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样的机动呢 靠的是一支强大的运输保障力量 现在呢我就是和一台这个无名战车 坐在这个托把车上前往战场 这个也是他们日常奔赴战场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 今天的G50距离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这个运输保障专业的战士们 他们是如何完成属于他们的作战任务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形态各异的卡车 是陆军第73集团军支援保障力量当中特有的装备 他们是合成部队 在战场上快速机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而如何驾驭好这些运输力量 也正是这里的战士们长期训练必须掌握的战斗技能 正在这片综合驾驶场地上展开训练的 就是运输分队中的通用运输卡车专业的战士 这类卡车在整个人民军队的陆军序列当中比较常见 我们在很多需要公路机动的演训任务当中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无论是运输装备或者是人员 它可能是咱们大部分一线战士军旅生涯里 最熟悉的军用车辆之一了 所以对于专门驾驶这种卡车的战士们来说 熟练掌握这种卡车的各类驾驶技能 就显得尤为重要 停 别误会 现在开车的是我 真正驾驶专业的战士们 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问题呢 这个课目看上去就和我们普通人考驾照 要考的倒车入库差不多 只不过两根杆之间的间距 只比这辆卡车宽出了20公分 也就是说倒库的时候 两边的误差不能大于10公分 否则就会 完整的一套动作是这样的 先倒入左侧的库中 然后在库出库的情况下 移动到右侧的库里 然后出库 再在相反的方向上坐一遍 虽然只是初次体验 但我也已经感觉到了巨大车体 带来的完全不同的驾驶要求 坐在驾驶舱里 眼观六路 那只是初级要求 还需要通过空间关系 判断那些看不见的 车体部分的位置 而且要准确地控制速度 并且慢回方向 慢点回 底下的班长除了要常常提醒我技术动作以外 还要不停地把被我撞倒的杆子再扶起来 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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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处理会慢点 慢点 离开 离开 行了 现在看看我们班长真正的实力吧 大队 大队 除了不斷練好駕駛技能以外 这里装备的性能已在逐步提升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式的 高机动运输卡车 我记得他曾经在庆祝抗战胜利 70周年的大阅兵上 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在军营里 看到他的身影 看到这辆车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 主要就是我们小时候做那种 长鼻子大解放又回来了 当然它这个大鼻子里面装的是一台 全新设计的大功率的发动机 通过精巧的设计呢 这个发动机可以更好地 适应一些复杂的战场环境 比如说高原啊高寒这些地方 都能把这个发动机的功率发挥出来 那么说到卡车呢 肯定会强调它的这个通过性 我们这个卡车为了提升它的越野性 首先它这个底盘 你看它非常的高 要比一般车高很多 而且我注意到它这个大轮子 这个轮子不仅从宽度上 要比普通的这个军用卡车 要宽出一截 同时它这个花纹又大又深 它呢能更好地适合一些 这个复杂的这个战场地形 比如说荒漠啊沙漠啊 这些地方来行驶 同时呢这辆卡车 我愿意叫它是一辆战斗的卡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这个驾驶舱的位置 这个驾驶舱的外表呢 覆盖着这种小的这个螺栓 说明这个车在一些情况下 是可以通过这些螺栓 安装模块式的装甲 来提升它的防护能力的 这样呢它可以更好地 在一些敌心顾虑比较大的地方去行驶 在这个驾驶舱的顶部 其实有一个舱盖 在上面呢可以架设这种机枪啊 这样的轻武器 所以呢在遇到这个小股敌人 袭扰的时候 我们这辆卡车 并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 它还可以进行一些还击的任务 那么在这边呢就是这个卡车的装载的部分了 目前呢它装的是一个大棚子是吧 里面可以装载人员 那么如果说把这个模块换掉 它可以装载很多的其他的装备 同时呢这辆车马力非常大 在后面可以牵引其他的武器装备 因此我可以说这辆车 可以是战场上的一个多面手 除了外形帅气 性能强悍以外 班长告诉我 这台车的驾驶体验也是格外出色 他还跟我说了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车驾驶上 还比之前的通用卡车更简单点 我想了想 那这个我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行 咱们这车的 这车厢空间有点小啊 对 这个车是怎么操作啊 它主要是分为一个手自一体 A代表是那个自动 M是手动的 什么样的情况下用手动的 正常像我们在爬坡啊 或者越野的时候啊 用M档 对 正常的我们在高速啊 或者一些屏幕上面 都是自动的 因为这样比较 操作比较方便一点 我在驾驶台上 还看到了这个终端 在这里 战士们不仅可以通过北斗导航 确定最佳的路线 同时还可以随时获得车辆信息 记录车辆行驶情况 另外 这辆车还可以根据车辆行驶的地形 而调整轮胎的状态 从而提高车辆的越野能力 我记得这种功能 好像只有在一些高端的越野车上 才有的话 这让我有了一种 开豪车的感觉 来 现在我们来听听 豪车启动时候 发动机的轰鸣 你要拿它整体发动了以后才能 才能松是吗 对 用 可以 可以 放到地板 地板 对 松手下 松手下 然后稍微 有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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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车 大车跟小车的游泳不太一样 也有点重 啊 下肩长了 对 它达到那个10以下的话 它会自动 虽然晃晃悠悠 但至少 我已经基本掌握住了这台大卡车 为了确保安全 我就没让车再升大 现在这个速度 让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 时速稳定在啊 20公里以下 安全的一个时速 现在我觉得 我可以去找一个战士们常用的训练路段 来试驾一下了 我们开了两圈平路了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过这边一个考核路段 叫做凹凸路行驶 这个障碍对这个车的越野性来说 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这只车 过凹凸路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 来了 整体上还是平稳的 对对对对 以前那单片桥怎么过啊 看轮胎的话从那个上去 那的话 那就我看看这边的距禁 这车能过吧 可以 可以过 没上去 看来大车的空间感受方面 还是我的弱项 没事 咱们再来一遍 这些训练路段 对于卡车驾驶专业的战士们来说 是再熟悉不过了 他们就和这些卡车一起 常年累月地在这里磨合训练 让驾驶技术一步变得更精更熟 而下了训练场 战士们还要用最精细的方式 照料这些不说话的老伙计 尽管以皮实耐用著称 但是军用卡车依旧需要规范的日常维护 确保始终处于良好的备站状态 特别是越来越先进的新型军卡 系统更复杂 设备更精致 需要的维护工作 标准也就更高了 车辆的滤芯器 柴油滤芯器 还有机油滤芯器 以及车辆的电器设备 要检查电路有舒服老化 或者有脱落的地方 需要都要进行保养 全车的润滑纸 底盘的车头的 轮毂的都需要及时更换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车辆润滑用的黄油 不然黄油那里面是什么材质 不是我们吃的黄油吧 不是不是这是军用车用的润滑纸 润滑纸 特别厚 那我们要用什么工具 给它住到那个里面去 这个就是这个黄油枪 它是一个吸压式的 黄油枪 然后再转一下 这样拖住就行了 对对对 这样就固定住了 行 那我们一般哪些地方是需要打黄油的 您给我们看一下 像车底的话主要是底盘 这个转向截部位 然后包括我们的传动轴 传动轴就是主要是这个 这个发动机动力传输 一直到我们的驱动轮 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 关于这个传动上面的 传动上面的话就是这边 然后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这个黄油枪 它这个黄油枪 主要是防止这个车辆 这个动力传输过来 它这里面这个缺少轴滑纸 然后导致它的机械摩擦 导致这个传动过热 包括一個磨損 機械磨損 這個像怎麼樣算對準的 這個防友子 要把它往你 像這麼對 是吧 對 像我這加壓就能壓幾下 能明顯感受到這個罐體有一個壓力 一般壓幾下 一般的話就是壓到它 把裡面老的變質的弄滑子 給它擠壓出來 然後把新鮮的這個弄滑子 給它灌進去 看上去這個工作狀態還挺輕鬆的吧 你看 躺著就把活幹了 可實際上我才幹了五分鐘 就覺得有點受不了了 它這個高度很尷尬 就是你坐也坐不起來 然後躺下去又過不著的那樣子 如果說維護工作 考驗的是耐心和細心 那麼下面這項工作 就需要點體力了 卡車在野外行駛出現故障 或者在戰場上 遭到火力打擊受損失 及時的搶修至關重要 而更換輪胎 就是其中一項基本技能了 這邊的話主要是用到這個撬棒 用這個輪胎套到扳手 然後的話用這個圓頭放入這個撬棒 這邊的話拿的時候 需要用這個落後部分頂至於這個外圈 但鬆的方向跟輪胎轉動方向是相反的 就輪胎是朝前轉的 那螺絲鬆的方向就是朝後 是的 先回來試試這個 哇 挺緊的這個 這塊是有點太緊了 沒想到這剛一開場就遭遇了當頭一棒 第一個螺絲就沒擰開 第一個螺絲就沒擰開 這個力量打不到 這麼烤喝手要求多少時間就給它換完 最快的時間是四分五十八 四分五十八就不到五分鐘的 對就完成這個輪胎中環 我擰完所有螺絲的時候 五分鐘就已經過去了 我安慰自己說 沒事 能換完就是勝利 把輪胎取下來 一般情況下這個取輪胎的話 是背身取的 對 是反身取 用這個腰部 雙手放在這個鐵圈 這個輪骨內側 然後用這個背靠著這個 這個後車廂擋板 借力 對 這個借力 然後腳稍微往前一點 然後一個連關性給它取下來 這個有多重這個 帶輪圈那個 這個輪子 四十斤左右 四十斤 四十斤嗎 四十斤 就下來了 一二三 一二三 走 你上去了吧 是的 这个确实比刚才要轻松一点 驾驶着高机动通用卡车 沉赏战场 已经让我感受到了 运输连战士们独有的那份霸气 那么要是驾驶的是比军卡 在场一倍还多的超长卡车呢 来 见识一下咱们重装运输 专业的车辆版 这个有22个轮子 堪称怪兽级别的卡车 拥有着空前强大的运输能力 而它运输的货物 自然也是不同反向 那我们这辆运输车呢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搭载这种重型的装甲罐车 前往作战地域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进行 也就是一辆这个 这个护兵战车装载的这样一个训练 上来了 上来了 不到五公分的样子 对这个装甲过程当中驾驶的这个 准确性是很大的要求的 大概少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装甲过程就完成了 有了这样快速装甲的能力 这样一支车队就能很快地 把一整个重装合成部队的装备 机动运抵战场投入战斗 而让坎克也坐着车去打仗 这也是对战斗力的有效保障 考虑到我们坦克装备 在摩托化行军的过程当中 由于其设计使用寿命 它是有限的 它不是无限的 为了保证它摩托小时的一个储备 就是把我们的坦克 从他们的营区或者是送营点 拖到他们任务地域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主要是战损装备的后送 我们在打仗的过程当中 一旦坦克它的动力装置出现了故障 它没办法正常行进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车载的脚盘装备 将故障装备拖到我们平板上 从而实现战损装备的后送任务 好 这边帮我踩 两根钢锁不仅是承担着这个拉动 我们的复战车这样作用 同时也是相当于 复战车两个履带可以调整 细微地调整 复战车底的这个朝向 我们在那边 呃 特哥班阳也是 跟我们有功力上车是一样的 要细微地看这个车 方向的变化 现在感觉好像离于这个我的这一侧 有点近了 然后班阳在那边呢 围着这个操作员 这一条着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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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想象三十多吨 大家会在这做这么精细的微调 好 驾驭这样一辆卡车里的终极怪兽 需要的也是顶级的驾驶技术 现在正在演练的科目叫做错位小巷 简单说就是驾驶着这辆超长运输车 通过一个很短的S型通道 呃 别误会 这开车的人 还是我 好 好 这个位置怎么也都摆不过来了 所以它这个板已经折板了 那这个只能往前 对 只能往前 这个实在太难了 你错过一个点了 对对对 你错过不了 出油线天下 反正您给调整吧 可以可以 这才是真正的驾驶能手的水平 巨大的车体 如同一条灵巧的鱼 穿行在橡胶桩之间 我感觉这车 好像浑真长满了眼睛 每个角落都被看得明明白白的 而当平板上 装上真正的坦克装甲车辆的时候 考验的就不仅仅是驾驶技术了 多变的地形 复杂的路况 就要求战士们 警力集中 甚至要善于预判情况 确保运输安全 紧张 紧张 特别紧张 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 因为车子 在高速上有时候车子比较多 然后自己拉 又拉了一个这么重的东西 又特别重 然后对这个车子又很长 所以就比较紧张 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也不能轮踩刹车 对对对 你因为车子比较重 尤其是速度比较快的话 你遇到紧急情况 急刹车也刹不下来 它的思角比较多 你观察的东西很多 你照射镜要差不多在 在30秒到40秒之间 你就要观察一下你的照射镜 看一下你的板在什么位置 你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 就相当于三四个小时里面 一直你是得保持观察这个频率 是吧 对对对 当这个装备送到地方 感觉心里就像落了一块石头一样 曾经乘车作战是几代军人的梦想 而今天我们看到 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里 直战员们都可以得到 充分的车辆保障 而这样的能力 也让远程机动这样的词汇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 部队演训的报道之中 这其中离不开 一代代汽车兵的奋斗 上车能驾驶 下车能战斗 他们让现代陆军征战的脚步 越来越快 也让合成部队的战斗力 不断提升 我首先觉得作为一名汽车兵 我首先觉得非常的光荣 能够作为部队驾驶员 这个摩托化机动的一份子 第二点 我觉得作为一个汽车兵来讲 首先要能够开好车 然后安全无事故 在不久的将来 确实能达到 全域作战的一个水平 能够适应我们现在 高强度下的一个作战需求 我先拿到尾巴 做一个汽车兵的 我先拿到尾巴 我们先拿到尾巴 前变到尾巴 稍兵的 现在发声 我们先拿到尾巴 在尾巴 向上 前变到尾巴 有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